身价千亿的大少被人顶替身份 穷的叮当响得他又弄丢女友五亿元 他懊恼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朱熹尽管嘴上说不在意 但已经破产的他也十分难过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箱 不料如真却生气地拉开行李箱 说这是自己的 朱熹看到后肛大的呆愣住 如真这时候也开始吐槽 当初在学校里 就是因为如真无聊的正义感 让同学们取消对奈拉的援助 导致换命前的自己不能接受学习 而今自己知道朱熹最需要的是钱 连忙地上一把钞票给朱熹 看到朱熹缓缓地伸出手后 又把钱收了回来 他要让朱熹常常被五斗米折腰的滋味 与此同时 变成穷小子的泰勇 看着父亲因为受伤不能工作 他这才明白了金钱的重要 就在这个时候 泰勇接到了老李的电话 时间飞逝而过 泰勇却还在不断去面试路上 因为没有显赫的背景 还有出国的留学经历 就被富二代们故意刁难 十年的积累都还没偿还债务 原来当初他跑去找老李 想借五亿元 老李听后给了个折中的方案 只要他在自己手下工作十年 就让他赚超过五亿元 然而心高气傲的他当时拒绝了 错过机会的他也后悔不已 当不了白领的他只能跑去当保安 看着放浪行骸的财阀子弟 他也是羡慕不已 而此时顶替他身份的成天 正开心地在part上狂欢 泰勇这时候正想联系朱西 却听到如真和普张军的声音 两人正怒气冲冲地要来抓成天 因为如真已经和他订婚了 泰勇连忙跟进去想通知朱西离开 而此时的如真也发现了成天 看到成天正在搭讪美女 如真直接生气地捏住了成天的脖子 直接把小网红给气走了 而成天却嘲笑说自己的未婚妻生气也很漂亮 如真害羞地就要逃走 成天一把拉住如真 如真害羞地起身逃走 成天这时候也趁机逃走了 与此同时 朱西正打扮成服务员潜入派对 他正用摄像机收集大少们的非法记录 却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熟人 他深吸一口气后就打算逃走 不料俊泰却喊住了他 吓得他当场呆愣住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俊泰又说不需要他了 他这才没有被发现 然而刚出门口 却看到自己的同事被抓走了 而他连忙准备从大门离开 不巧的是又看到了同学如真 身后又听到了普张军的声音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直接把他拉走了